我是赵少康为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涨19点啊台股昨天大跌287点是什么数字 跌了1.6个百分点那美股美股准备也是很戏剧化 前天就很戏剧化了上下震荡1200点什么时候看到这种场面了 真是人生很多第一次看到的事情 跌1100点后来又上涨了99点你看不是上下震荡的1200点吗 那昨天盘前美股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然后昨天一开盘也是大跌道琼是大跌 我看跌了多少点了跌了可能将近300多400多 可能没有500多反正跌了一直跌NASDAQ也跌 可是早上起来呢道琼跌幅缩小但是NASDAQ还是跌很重 美股你不要跟他一直涨 他真的涨的股并不多所以要很小心 他之前真的涨只有那个尖牙股 FANN G Facebook FAmazon 反正就是这几个 跟高科技类股有关的 那所以原来传统的股跌很凶 其实高科技类股NASDAQ也跌很凶 只是有这几个股撑着 所以如果你买股买错的话呢 你就说看人家涨指数涨 怎么没涨到我呢 那台股其实也是你要买对啊 那但是后来高科技就跟着跌 那这些尖牙股也跟着跌 尖牙股也跌了 有时候就说整个次往下走 你不可能独善其身 只有你不跌 你可能比较厚跌 那前天就为什么跌了那么重以后 前天跌 道琼跌很多 NASDA也跌很多 又翻起来 据说逢低有人买进 就有人觉得说可能已经到了底了 所以呢就下去买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美国说要派8500个军人到北约去 所以呢认为说只要美国派兵 这个仗就打不起来 打不起来股市就涨了 这是另外一个讲法 各种原因吧 好那昨天美股收盘的时候 道琼只小跌66点 跌了0-19个百分点 但是NASDA是大跌315点 还是大跌了2.28个百分点 SMP500呢大跌了1.22个百分点 因为被NASDA带动 费城半导体呢更是大跌3.71个百分点 费半大跌 费半跟台湾应该关联满 密切在台湾现在居然还涨35点 台股跟他们有时候不见得完全一致 欧股英国涨1.02个百分点 法国涨0.74个百分点 德国涨0.75个百分点 天气今天1月26号 一会快过了 26号台湾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 其他地方早晚也凉 明天27号东北季风减弱 北部及东北部气温稍稍回升 比今天可能好一点 沿海地区有较强阵风要注意 温度稍微高一点 北部16到21度 降雨距离20到40 陶珠苗16到22度 降雨距离10到20 张庄头16到25度 云江南也是16到25度 降雨距离都是10 高平16到27度 降雨距离也是10 宜蘭17到20度 降雨距离60%最高的 花莲18到22度 台东19到24度 降雨距离都是20% 外岛11到20度 降雨距离10% 所以西岸来看的南部还是高的 我每次到这个时候就很羡慕 住在南部多好 25 26 27 北部只有21 22 那东部也不错 台东 台东也不错 不过不少朋友都往台东跑 真的很多人在台东 台东大概土地也给他们炒起来了 好 拜登放话 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 考虑直接制裁普丁 对普丁个人直接制裁 他怕吗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警告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考虑直接制裁俄国总统普丁 俄罗斯跟乌克兰紧张 情势不见何缓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表示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考虑直接对俄罗斯总统普丁 本人实施制裁措施 拜登说已经向普丁强调过 如果入侵乌克兰会面临严重后果 通常美国会避免 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 但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制裁 维内瑞拉总统马杜勒 也曾经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目前有8500名美军提升战备 准备部署欧洲 一旦北约组织召唤 就可以加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但拜登也强调 美军不会部署在乌克兰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关系紧张之际 联合国民主党古特瑞斯 呼吁各国在北京冬奥期间 要遵守修战决议 根据联合国大会协商通过的决议 呼吁在2月4号 北京冬奥开始前7天 到冬季帕运结束后期间 遵守修战 也对了 人在那边运动会 用运动来见真章 用运动来比赛 你在这边用真刀真枪 那边打成一团 可能要使很多人流很多血 很讽刺的对照 很讽刺的对照 就是说 所以呢 联合国大会有协商 还通过了 说2月4号 之前有传出了说 北京跟俄罗斯要求 不要在冬奥期间打仗 然后后来北京否认 北京说我没有这样讲 换句话说 北京也不想 不想欠这个情吧 也不想说 我干涉人家内政 人家打不打 关我什么事 但是联合国显然 已经协商通过了 2月4号 开始前7天 到帕运结束后 因为奥运结束 还有一个帕运 就比较残疾人士的 继续的运动 因为他很难跟一般人 这样竞争 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个运动 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 撤驻乌克兰大使馆外交官眷属 加拿大也跟进美国跟英国 这些国家都先撤人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 集结大军 紧张情势声闻 加拿大宣布 跟进美国跟英国脚步 撤离驻乌克兰首都 基辅大使馆外交人员眷属 加拿大外交官发布声明 发表声明 决定暂时撤离 加拿大大使馆中18岁以下 即陪伴他们的家人 声明中说 俄罗斯持续集结军队 加上乌克兰境内 跟周遭破坏稳定的活动 导致加拿大做出相关决定 先前美国率先宣布 从基辅大使馆 撤离外交人员眷属 隔天英国也跟进 报道指出 德国跟澳洲大使馆 也已经知会乌克兰 基于对俄罗斯的疑虑 将撤离部分人员跟眷属 乌克兰方面 形容这些撤离措施 太过草率冲凑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军方表示 在俄罗斯南部靠近乌克兰的区域 以及克里米亚半岛 展开演习 投入至少60架战机 跟部队6000人 俄罗斯南部军区 形容这是实弹演习室 战备检查 国防部透过声明表示 将全面支援战术演习 目前不清楚 演习将持续多久 好 那么这些大使 大使馆都要再撤人 先是美国 美国带头 第一个 美国人的命 最宝贵 其他国的命 没那么宝贵 所以老美最怕死 越有钱 生活越好越怕死 赖命一条 打死为止 就不怕死 好命就怕死 那美国呢 一说他要撤侨 而且不是撤侨 是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是外交人员 理论上这些人 应该留到最后 但是呢 最先撤 但他不是全部撤了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 制要的先走 美国讲完了 英国就跟着要撤 那英国跟着撤 德国 法国也要撤 澳洲也要撤 然后呢 加拿大也跟进 日本也在准备 日本人不多 可是也在准备要撤 那对乌克兰来讲 就是这些朋友都走了嘛 那他们当然说 你跟我们共存亡 一起 要死一起死 但这些国家 干嘛要死跟你一起死呢 他先跑 不够意思 而且对乌克兰人 的人心心情一定很坏 这都跑了 我们跑不了啊 能跑他也想跑啊 那至于制裁 刚刚讲说要制裁 直接制裁普丁 我觉得那效果很有限 如果你想嘛 普丁他怎么会把 个人什么资产都放在美国呢 对不对 他不可能嘛 随时可能会有冲突啊 争执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对这个 而且以前基本上不太对 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 元首制裁的 他可能制裁他旁边的人 还是要制裁他本人 那这是显然 这个拜登就直接警告普丁 我制裁你 直接制裁你 普丁怕不怕 不知道 我看没什么怕 怕就不会搞这个事情了 传出立陶宛的外交部长提议 将我驻立陶宛的代表处 改成台湾人民代表处 那路透社报道 路透社报道 立陶宛官员正在讨论 要求台湾政府改名 叫做驻立陶宛代表处的可能 两名消息人士证实 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 上周提议将台湾代表处 改成台湾人民代表处 他英文其实就是Taiwanese 英文我记得 就是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就是台湾人的代表处 我是超康 回你回到 赵超康时间的现场 台湾怎么又跌了 奇怪 刚不是涨了三四十点吗 我还想说 台湾还真不错 美股跌成这样 尤其费成半导底 跌了三%多 台湾怎么还涨 还涨 现在又跌了 立陶宛这个事情 这个蛮麻烦的 目前立陶宛政府 立陶宛总统府跟外交部 没有回应 而且你改名还有台湾同意 弄了个半天 你不是出台湾眉头吗 对不对 要过年了 你搞什么鬼 你要不然就不要来这一套 弄了个半天 然后你又改回去 那你事先不评估吗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贷款给你两亿 美国也给你六亿 我们后来又给十亿 我们给很多钱 立陶宛智库的负责人认为 立陶宛的任何一个事意 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态度 立陶宛此举可能想强调 设立代表处 并不是反映承认台湾政府政权 而是立陶宛想要跟台湾人民 在文化经济上建立关系 立陶宛在去年12月份 公布了一份民调 当时正值中国道路 采取非官方经济报复的时候 非官方 这份民调显示 有将近60%的受访者反对 政府对中国道路 采取强硬政策 只有13%的民众 对立陶宛基于价值的政策 给予正面评价 而兰斯伯吉斯则宣称 立陶宛对中国道路政策 从未改变过 兰斯伯吉斯立陶宛的外交部长 此后金融时报也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华府曾建议立陶宛改名 以利缓解立陶宛跟中国的紧张关系 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1号表示 我国高度关切中国对立陶宛施加的 报复性政治压力跟经济胁迫 并与美国及欧洲等理念相近的国家 紧密协调沟通 讨论如何群策群力协助立陶宛 抵抗中国的打压 都是啦 问题就是 中国就是这样 那中国觉得这是一个破口 如果这边突破了 一点突破全面突破 那大家都可以这样干 那美国之所以这么鼓励 立陶宛也是 就是这一点突破 可能就全面突破 所以老共一定死守 死守不放 他这个正面反面 其实都在这里 这是因为立陶宛很小 代价不大 所以大国就利用他在前面打先锋 因为我要付的代价也很少 美国我带你六亿就好了 了不起啊 那六亿搞不好台湾给的 说不定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国家如果大 六亿怎么可能满足呢 两亿怎么可能满足呢 我们先给两亿 就因为他小嘛 所以你很容易就解决了 但是也就因为他小 所以老共很容易报复 老共你先报复美国看看 你现在一年赚他四千亿美金 怎么报呢 对不对 那他报复他 对老共来讲影响也不大 所以好处也是小 坏处也是小 因为小 所以呢 你可以帮你当实验品 看看到底怎样 成功固然很好 失败也没关系 从美国的角度了 那是败就败了嘛 但是成了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跟你老共很大的压力啊 对老共来讲也是啊 我怎么会让你成呢 让你成我还得了吗 所以我一定要死守啊 要顽抗啊 倒霉的可怜的立陶宛就夹在中间 现在就变成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他还有13%的人是价值 所以价值就说 对啊 台湾跟我们都是民主啊 开放啊 我们是share 我们是这个分享 或是我们这个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啊 那另外呢 60%的人认为说 哎呦价值很重要 吃饭也很重要 这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啊 等等等等 所以你到底价值重要 还是肚皮重要 这真的很难讲 假如说你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当然肚皮重要 衣食足而后之融入 假如说你生活过得还不错 你就不在乎 就像现在要不要升三级 餐厅要不要关闭 要不要升三级 拿时薪的都很担心 你给我关闭了以后 我找不到工作了 我没有收入了 拿月薪就比较不关心 因为反正老板会付薪水 在家上面也不错 所以这就差很远了 那按照实行打工的 或是这种自由业者 计程车司机什么 他不工作 当天就没收入 这他就很在意啊 所以又不同 那英文本来就是 我刚讲就是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台湾人的这个代表处 那中文就变成台湾代表处 我也不敢 就是老公会怎么想 我们真的不知道了 那你说改成台湾人民代表处 老公就算了吗 闹到这个地步 是不是这样就等于算是 大家各退一步 那我们好像也很少变成一个 什么人民代表处 他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政府代表处 甚至他希望是一个国家代表处 先搞个人民代表处 到底怎么解读呢 那从台湾来讲 这算是独立的国家了吗 老公就因此认为 你不是个独立的国家了吗 这个不知道 那当然这个还要协商了 如果立陶宛这样做 我们要有钱同意 或是他不跟我面子 老公也同意啊 弄了个半天 不要我们气得要死 然后立陶宛呢 改了名了 然后呢 老公还不买账 那你改什么呢 法国新增单日破五十万里 法国怎么这么严重 二月说要逐步解除防疫限制 法国真的严重啊 最新单日五十万一千六百三十五里 很多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赵少康欢迎你回到 赵少康是你的现场 特别股市现在跌三十一点 刚讲这个疫情 法国真可怕 单日确诊破五十万例 怎么回事 到底怎样 美国曾经一天破过一百万例 那也是很可怕 不过但是美国人多 法国人没那么多 那一天居然有五十万例 实在是蛮可怕的 法国人口多少 我刚刚看 2020年是六千七百三十九万 那我们的三倍不到 我们两千三 所以两千三的三倍是六千九 再六千七 好吧 那换句话说 你除山好了嘛 等于台湾一天有差不多 十七万例 那很可怕 台湾现在一天几十例 大家就很紧张了 他一天五十万例 我也不知道 如果当一个国家说 台湾如果是一天跟你讲说 二十万例 我们还紧不紧张 搞不好也不紧张了 为什么 再多不愁啊 这真的很难讲 搞不好就觉得反正就是来了嘛 而且也没有重症 重症很少了 那创下疫情以来新高 先前民众抗疫的疫苗通行证规定 已经上路 法国当局预计 二月逐步解除防疫的限制措施 法国公布最新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突破五十万例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创下新高 过去一星期 法国平均感染率超过三十六万例 感染率在欧洲主要国家居于榜首 根据法新社报道 法国目前有三万多人确诊住院治疗 还是住院了 创下2020年11月以来新高数字 住进交互病房的有三千几百多人 这也比较严重 比先前几波疫情高峰期的人数都少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Omicron变异株 虽然具有高度传染性 但造成疾病严重的程度 相较比较不危险 目前法国统计已经有超过77%的人口 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 新的防疫规定已经在本周一生效 民众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 才能进入酒吧餐厅搭乘火车跟飞机 只有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的人 才能参加休闲活动或长途旅行 虽然新增的人数持续增加 但是呢2月2号要逐步解除限制 虽然增加人很多 但是因为疫情减缓 所以呢他要2月2号 他是要逐步解除限制 换句话说他就共存了 就共存了也不管了 反正就是这样 不过他之前实施那个疫苗护照 不是很多人反对吗 那他解除限制以后 到底还实不实施疫苗护照呢 也不知道 反正这些国家一个一个 慢慢慢慢 好像对这个疫情也 没有那么重视了 英国了法国看起来都是这样 来就来吧 那是没办法了 好那么联合报头版头登的叫做高雄研防学测 学测生确诊 有一个学测的学生 最近前阵不是学测吗 五六日 学测考完确诊 这下惨了 什么惨了 跟他一起的惨了 同场的考生 那这个学生为什么会确诊 他的家人是高雄港群驻确诊者 群聚确诊者 就是高雄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算是工程师了 去上新光号菲律宾船 然后下午又上另外的船 去维护他们的引擎嘛 就燃疫了 然后那个菲律宾船到底怎样 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发电过去跟他讲 你小心啊 我们有一个人跟你 维护你们的引擎 维护你们的引擎 就燃疫了 那边说我们都好好的啊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这个人哪里染的呢 是不是那个船 假如那个船 后来发觉哇很多人染疫 那台湾这个人可能是被 那个船染的 那个船第一时间回来说 他们好的 他们好的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追踪了没有 因为这蛮重要的 这个人哪里传染来的 那高雄港后来就有 十几个人群聚的人感染了嘛 他的家人就是个考生 我就在想说 那个时候就应该让他单独考了 不应该起来混在一起考 我不相信有多少人 是高雄港群聚者的考生的家属 因为不多嘛 搞不好就这么一个 对吧 十几二十个人有几个人 儿子 女儿这次去考学测 一定不多嘛 那你现在好了 你现在查出他是确诊者了 那同场的考生 用餐备考的 这个接触的师生 考场人员有 两百一四个人都被匡列 然后呢 他的同校师生 八几个人呢 快筛 阴性 阴性就算了 他还是用防疫巴士 再到集中检疫所居家隔离 要隔离十四天 不能过年啊 这税不税你说 家人就不能一起过年 还在那个集中检疫所 你说集中检疫所 设备不会太好嘛 对不对 会多好 我不相信会多好 好了 这下都要去官司 就你看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政策就很严嘛 就只要有就给他匡列 有就给他匡列 那如果这样子 他家人都染疫了 这个考生给他去考试 就害了这么多人 都跟着匡列 染疫 这个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为什么现在 有不少人真的 他也不到医院去检查 他如果真的觉得 喉咙不舒服 感冒他不去检查怕 一旦被查出来 他是确诊者 那很惨 那个诊所也很惨 所以他们说最近 因为台湾人得感冒 都喜欢看耳鼻火科 这也很怪 以前都是看内科了 现在都变看耳鼻火科 因为只要鼻塞啊 等等就看耳鼻火好了 所以呢 耳鼻火最近听说 只要看他像感冒 都说你到大医院检查 大医院检查 不敢 因为怕这边一检查以后 他惨了 他被确诊 他就被要停业 所以古人到大医院去 所以真的 现在变成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就是这样子 我不看可以吧 我叫你转走可以吧 你不要来到这里 来我这边 给我找麻烦 我是赵河康 欢迎你回到赵河康 时间的现场 台湾现在 底下36点还好了 大概就是 也没有扩大 所以现在没有蛋了 怎么这么惨呢 没鸡蛋 很多早餐店 大家喜欢吃个蛋 没蛋 为什么没蛋呢 是因为政府动涨 我觉得政府动涨 这个动作 真的是很无聊的 这个政策是很无聊的 我觉得好像 有些餐厅也是被人家 本来涨了 好像被逼的 又宣布不涨了 你政府要看 他没有暴力 他没有暴力 没有恶意哄抬 他成本涨了 你叫他不涨 他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他可能就把那个肉 给你缩小一点了 分量给你缩小一点 有些不少餐厅 我看的这样 他价钱没涨 东西变少了 那不是一样吗 你就是 这叫做烟耳盗铃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对不对 穷则变 变则通 今天一个餐饮业者 你不准我涨价 我成本有涨了 我只好减少食材 不是这样吗 那政府大家是担心 春节要到了 怕涨价 那春节后呢 你这个丑媳妇 总得也见公婆 你春节后你涨不涨 所以不是我看 昨天有专家说 春节后可能会面临 百年难得一件的大涨 我看吓一跳 百年难得一件 百年 怎么可怕 说因为政府 要厂商动涨 所以呢 现在鸡蛋产了 人家不养鸡嘛 因为成本增加嘛 说有钱买不到 甚至呢 有些地方限购两箱 那么餐饮 尤其早餐店的 餐饮店的等等 蛋是很重要的 而且蛋很好吃嘛 很有营养 那他们分析说 为什么会缺蛋 因为航运 原物料高涨 喂鸡需要的飼料 期货价格大涨 50%60% 那为了应付政府 动涨的政策 不准我涨啊 所以他只好让老母鸡硬去下蛋 老母鸡下不出什么蛋啊 为什么呢 他鸡有一定的 比如说多久就要淘汰嘛 老母鸡就淘汰 他不能淘汰啊 然后呢 本来应该世代交替啊 就是应该少女鸡来生啊 我还不知道 他们叫做蛋中鸡 蛋中鸡就是少女鸡 少女鸡起码要喂两个月以上 才能生蛋啊 但是呢 他们就不养啊 养就要饲料啊 饲料就很贵啊 那我怎么办呢 就老母鸡继续继续生吧 请你继续生 那生一定不会多嘛 你自己想想看嘛 对不对 所以原来一箱只有 690 有的都涨到1000块 还买不到 那另外还是涨 虽然政府说不能涨还是涨 但是就是可能不敢太涨了 怕政府整他们不敢太涨 那饲料一直涨 原料涨 麻烦就在这里了 他成本涨啊 那天我去阳明山买橘子 那个果农还跟我抱怨 因为阳明山橘很好吃 果农还跟我抱怨说 肥料也涨价 都是政府的台肥的 他也涨 而且还叫我们 大概农会会有一些补助了 看一堆证明 舔一堆表格 把他们烦死了 舔一堆 等等等 类似这样 所以肥料也在涨 那现在看起来就很麻烦了 那你现在叫他不涨 那不涨 他就不养嘛 他就不养 所以你蛋就不够嘛 就变成这样 那不够就更涨啊 这就是工序关系嘛 当他不够 蛋不够的时候 你叫他不涨 他也不可能不涨啊 他就抢啊 我多出一点钱呢 你给我好不好 说还有一些早前店 跑到超市去抢蛋 超市但是比较贵的 他原来跟基隆买 比较一大箱一大箱买 你看那个摊贩 跟我们用不一样 他们都是那种 比如酱油也是一大桶一大桶 那个食用油也是一大桶一大桶 所以你这不知道 它是什么 我们到超市买 我们还有个牌子嘛 他那个你也不知道什么牌 然后蛋也是一大箱一大箱买来 他就跑到超市去买 超市一小盒一小盒 但是没有啊 怎么办呢 所以很麻烦 我觉得你现在压制压制压制 都只能暂时吧 也不可能一只压制 好说莫德纳的这个新货要来了 因为我们曾经 今年买了两千万剂嘛 明年买了一千五百万剂订啊 那今年的DP就是一百五十一点二一万剂 还不少到台湾 十天会配到各县市 给二十一轮的预约平台 今天明天两天可以上网预约 七号到十三号接种 可是是给第三季的 给第三季台北市呢年初四开打 两万多剂BNT 已经昨天下午三点半 三十五全部额满 一下就满了 也是第三季 那奇怪了 我们现在第一季打的是八成多了 那但是还是有将近四百万人没打 第二季七成多 还有六百万人没打 那第一季第二季 如果还想打的人 他去哪里打 那现在看来都是给第三季 其实那个第一季第二季才重要 特别很多人这个该打没打的 第一季第二季才比较重要 他现在好像都是给第三季 N95口罩 陈时中说 因为现在又说 Omicron空气会传染 就是气溶胶了 最早的时候就说气溶胶了 但是气溶胶怎么防呢 所以就戴N95口罩 N95口罩很难过 而且不够 说认证不是我们认 是给美国认证 真奇怪的 给美国认证不很怪吗 那因为不能认证不能出产 台湾有家厂商 不能出产 你不能标我是N95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不认证 关门了 美国现在疫情很严重 他不管海外事都尽量少管 当然有些口罩不一定是要叫N95 他有N95的功能 像毫无事急卖那个口罩 就是克维利吧 就有N95的功能 可以刷到99.99% 你最近我看 你看我在电视上就戴那个 那就是他们的那种 可以防各种病毒的口罩 我们续续续续续 我是朝康 欢迎你回到朝朝康 是你在台北股市现在上涨 又涨了 台北真的是股市大白子 涨0.74点 至少没跌 刚讲陈士忠说 大家都在N95会不够 就说 但是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N95家工厂 现在不能生产 因为没有认证 我们不能认证 我们把认证交给美国认证 这奇怪 这怎么给美国认证 但是我也讲了 现在有不少新的口罩 那天那个陈一鸣 医师给我的一个口罩 那个委员给我 他说是可以消病毒的 超过一盒是病毒可以消除的 在口罩上就可以消毒 有这样子 那另外那个我刚讲 那个毫无事急的那个口罩 克维利 那个是他具有N95的功能 就是能够把病毒滤过的都杀掉 而且可以重复的使用 可以洗了 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那个也是 虽然没有N95 N95很难过 带来那个很难过 那要小心 就是说他们主要是怕 那个口罩不够密了 那现在还有这种什么 3D的4D的这种口罩 那天还有人送到TVS 一箱口罩给我 一箱送我 那也是很好的口罩 4D的 上面还有我的相片 很感人吧 还有我的相片 他还跟我们的制作单位说 这批他印的不好 下一批会印的更好 我说不要再印了啦 我说这个浪费那么多钱 那我也不可能带那么多嘛 那TVS说他们要拿去抽奖 他上网路 给他们到网路上 给要的人抽奖 谢谢谢谢 真的是很感谢 好那么 浮石说明 最快明天宣布 这很投资不 就是说民进党 现在就没有什么不敢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莱猪 至少公投没过嘛 政府他可以说 你公投都没过啊 真的 那浮石是公投过的 只是我们的公投反应很怪 公投这么劳势动众 通过了这个公投 两年以后就失效了 我认为一个公投 起码要五年十年不能乱动啊 两年就失效 两年以后 你就可以说 他已经失效了 我不受公投的约束了 所以呢 现在已经过两年了 2018年的公投嘛 但是那时候 有将近八百人反对 反对核实的 那现在呢 民进党也不管了 觉得你看莱猪都可以过 核实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我讲的嘛 莱猪都过了 核实还会圆吗 果然不幸严重 他就要开了 所以当时的公投有他的意义 绝对不是只是说什么莱猪 那他们现在的理由就是说 不过我们开 我们就进不了CPTPP了 那给你看你就进得了吗 是不是你就进得了 而且你进这些国际机构 要付出很严重的代价 你知道 重大的代价 不是我要进就进了 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国内很多事情 本来是不开放 现在都得开放 否则的话 人家为什么要你东西进去 你的东西不让我进来 所以这个都是要整体评估的 可是现在因为台湾 在国际上被打压 只要能够参加 他觉得很重要很高兴 一定要去参加等等 也不管到底付出什么代价了 比人家付出代价多也要参加 现在就变成这样 姚仁多写了一篇骂蔡英文 就是说呢 他们民进党现在都很反对 蔡英文去 那天去蒋经国的图书馆开幕去 那疯传媒出来的消息是说 幕僚也都反对 都反对 知道你去严重 不要去了 放棄放棄放棄 但蔡英文坚持要去 媒体有不同的解读了 蓝英也不同的解读了 蓝英有人解读 就是说他是要抢 打经国牌 抢奖经国的这个 legacy 英文叫lexy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就是抢他的正统吧 抢他的这个精神吧 那所以这样就可以分化蓝英的选民 蓝英选民不是那么容易被分化 就像绿英选民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分化 然后为了一个蔡英文 参加一个奖经国的 只是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就是说 像这样的活动 你愿意来 你有你的高度 你有你的这个视角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这样 那你说因此就抢到什么 我觉得也未必 那因为蔡英文为什么会去 我想蔡英文也集中了 任期也集中了 然后呢 也不选了 所以总是希望 做个全民总统吧 希望化解一些分歧吧 化解一些对立吧 我觉得任何人当中总是希望这样吧 你难道只希望我只当绿英的总统吗 然后其他呢 500万 100多万人 我根本不理他 这样真的好吗 那其他人因为都想选举啊 所以其他人并没有想要化解什么 什么国内的这个分歧跟对立 没有啊 那才是他的吸票机啊 都化其了 大家就不去扯着 就要扯你的能力啊 你的这个公共政策的主张啊 怎么最合 两岸政策怎么最合台湾啊等等 那一比民党就惨啊 他不跟你比这个啊 所以呢 他哪有 哪有化解 他没有要化解 所以 姚伦多的讲法是说 你蔡英文去就是因为蒋经国反共 蒋介石也反共还更凶啊 那你要不要去肯定蒋介石 因为他们都讨厌蒋介石嘛 其实他们就忘了 蒋介石的反共就是保护了台湾 你现在是这样反中保台 蒋介石还真的保台的 否则的话 台湾早就给共产党拿去了 还有你们好日子过啊 你自己想 那 蒋经国那当然 像素质上也讲 说啊 当时这个意思是说 他们都反共 你现在国民党还跑到大陆去 对啊 蒋经国时候 蒋介石和国民党人 却不可能像这样去大陆 同样的蒋介石和蒋经国时候 台商也不可能这样去大陆赚钱啊 都杀头啦 还去赚钱 但是呢 同样的蒋经国 蒋介石的时候 你台湾也不可能一年 从大陆赚1700亿美金啊 你看事情都要看个整体嘛 你都看那个片段的断章取义 你要从里面 孔雀身上去找屁眼 孔雀那么漂亮 你看说 他屁股在哪里 不是很无聊吗 那么漂亮的孔雀 你干嘛要去找他的屁眼呢 他现在就是这样子嘛 就专门找那个 他当然他有 他有 不会每个人都喜欢嘛 总有 有些事情大家不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有影响了某些人的权益的 甚至影响了某些人的 这个 这个自由的生命的都有 的确 在那个威权时代 但是整个环境是不同的嘛 你不能拿那个时候跟这个硬剧 只挑一点来比 好我们先到了 好了 好